第一天 我也沒別的資源 開不了什麼咖啡館什麼的 自己輸很多 那就做成一个书房 一开始就是想开一个书店 当时受影响大的是那个城市之光 就是旧青山的那个城市之光书店 还找了几个合伙人 凑了一笔启动资金 当时开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还比较纯佛教类的书 当时那个房间大概十七十八个平方 当时书架里面 基本上全都是只有佛照相的书 和那个跟佛有关的 佛教有关的一些书籍 有自己的结构在那里 那你的类型也就这些 就是做书里面的这一类型的内容 其他的内容 你要找其他的书 带你到其他的书店去找 那我这边只是提供我熟悉的 我的架构里面的这些东西 你进来也是只能看到这些 当时也会卖一些首饰啊 一些茶啊 靠其他的物品做到盈利 那你书走不掉 卖的少一点 问题不是太大 所以当时用这个来补充 刚开始时候 大家的一些成本上的压力 那个事件是对我影响蛮大的 小学嘛 有一天 整个出版社 诗人 都可以在马路上 全部摆满 那天整个绍兴路是没有机动车的 全部给他们 做书的 那个 那个展示也好 销售也好 都可以 我们摆书籍是 如果将来能够做到 我小时候看到的那种 那种盛况 那是最好的 就是整条绍兴路四百米 全部摆满书潭 你可以想象一下两边啊 不是一边 是整个的 书的 海洋 全部是书的海洋 这个就是小时候的记忆 绍兴路54号 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的门口有一个小店 就是他们的门事部 当时很小 门事部很小 现在那个老先生 我还跟他有来往 他是最早在绍兴路上开书店的 二十不止了 三十多年前 也就差不多八十年代后期开始 房间也很小 然后夏天 他还可以在旁边 背一个冰柜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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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饮 这倒是真的是一个 独立书店的一个 一个代表 现在的所有民营书店 媒体上介绍的 很 很好的 漂亮的 那些全都不是独立书店 资本的想法远远大于他的精神的想法 他不平衡 他不平衡 有很多刚开的书店 开始的时候 人文的东西介绍的很多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会看到 他最后还是想在经济上做到成功 所以后来慢慢的他的书的进货也没有了 活动也没有了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很多民营书店 不是 不是民营书店 它是 它是资本书店 它只是做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里面要文化 这点他们倒是蛮 蛮全面的 我造一个居民区 或者造一个商务楼区 我要有一些文化的东西 但是它的最大的目的不是 不是要做这个事情 现在介绍的很多独立书店的名单里面 这类书店 我觉得都应该被划掉的 好多了 你看这个环境 又是有点范围嘛 潮湿的关系 我是电信公司的工程师 因为我是理工科那个背景嘛 所以毕业出来以后就是在通讯行业做的 这跟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没关系的 那个也是我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职业 但是它的稳定也对你业余里面做这些事情有帮助 用别的事情去支持你做这个宿店 就是说你不要在宿店里产生支持宿店的你不喜欢的东西 你要用别的方法去产生那个钱 去支撑你这个书店 因为你这个书店是要做得很纯粹的 你一旦偏卖咖啡 我觉得就感觉就不好 那你还不如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去找一个机会 获得资金 把这个地方去做得好一点 这些朋友有时候也会抱怨 我们天天守店的 还做得这么辛苦 你们还是有职业有一份收入来支撑它 我说对就是这样子做 你做书店就是要这样子 你不用你其他的能力去支撑这个书店 那你自己的书店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你用什么方法支撑一个好的书店 要考虑清楚的 书店就是要被养的 很多缓慢的过程 一个书店开出来以后 一年我基本上是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好的书店的 大概都要十年 这个书店也开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是训练 也是训练自己 经营上的困难 这不需要多谈的 如果按照我的标准 你现在经营书店全部都是亏的 不可能做到盈利的 你本人介入到了这个书店经营活动里面去的 你的所有的感受 其实那个都可以解释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坚持开一个书店 用这个方法角度去看 现在的书店经营就好多了 你的心态就好多了 欠一点钱有什么呢 有些书店老板都是贷款做的 我的心态就好多了 好 好 放上去 没有我这个 爱书的人变化不大 其实阅读的人变化不大